主人应该至少是50岁以上的 哎呀 这个餐厅 哇 那边还有一个敞开的这个客厅 这种幼暮色 这有点像皇室贵族的这种感觉 哎呀 今天小艾夫又要带大家看房咯 所以一会儿呢 我就要去萨浪梯 离市中心20分钟的路 带你们去看别墅咯 好了 要出发咯 来 摩托车停车 然后呀 这个大门特别的大 而且是双开门 好吧 跟小艾夫进去哦 哇 一进来就是 这个灯你们喜不喜欢 从这个玄关的地方进来呢 这个进去就是应该客厅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呢 然后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厨房 那我先进厨房看一下 我感觉这个主人应该至少是50岁以上的 为什么 因为只有在中年以上的人他们会用的材质特别的烤旧 你们看 这个材质特别的厚 然后厨房的外边呢就是一片绿色带着这个白叶床 然后我们出去呢 跟我进前边就是非常震撼的餐厅哦 看你进来 哎呀 这个餐厅也太壮观了吧 看这个 这个细节 这个应该是铜签加木雕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餐桌 应该是从印度过来的吧 这边泰国清卖有好多 从印度收来的这种古董家具 这个餐桌 十个人 十个人的餐桌 特别的大气 大老板们请你们过来吧 然后原来哦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厨房 这个厨房就是给大家开party呀 自助餐呀 然后客人一边在这个餐厅边享用 然后一边呢也可以到厨房拿东西 刚刚小F去看那个厨房应该是给 哎 用人 保姆用的准备大餐的 这边的电器哦 非常的齐全 哇 这个厨房 还有点粉红色耶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房东装修房子 还有点俏皮 这个中导台 你们看一下 厨房这边就是连着 楼下的公共卫生间 哇 这个进来 我觉得小F绝对有种高大伤的感觉呀 特别高 这个门也特别的大 而且卫生间呀 小F看到是双开的这个窗 都带着厚厚的这种 古董色的这种门把锁 哇塞 还分男女小便齿哟 是不是很考究 这个就是我进门的地方 然后再往里面走呢 就是客厅区域 客厅区域这边还带着这个玄关 这个沙发也是简直了 特别考究吧 这边是一个双厅 这个配色你们喜不喜欢 小F很喜欢这种绿色系的 哇那边还有一个敞开的这个客厅 所以啊这个两边都有包围式的这种沙发 小F就彻底的给你们敞开看一下 整个房子呀 它这边这个灯你们喜不喜欢 是一个木头的那个杆子 看一下 很厚的底座 但是它的这个灯罩 这个布衣啊 里面是那种绿色的 我觉得有点神美丽的 都很喜欢这样的内装修吧 然后这个外面呢 就是个游泳池 哎呀 这边还有一家古董的钢琴 琴间呢 已经给去掉了 现在就作为一个备餐台 所以呢 看到这些都是古董呀 一个房子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这种装修布置 可见呀 这里边的家具就值好多钱呢 这个木头 它还做成这个颜色系的绿色 加上草绿色 给人非常有大气的感觉 这里还有一个酒柜 收藏了好多好多的水晶杯子 哇 这个落地的玻璃 就能看到这个客厅的一个走廊 然后在我的右手边呢 有一个房间 应该是一楼的一个卧室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哇 我觉得这子房子买下来 如果坐那个招待客人 有点太奢侈了 这个房价你们猜一下 可以订多少价位 然后这边有一个 古董的这个椅子 这个柜子 然后在我后边呢 也配了一个沙发 它望出去是一片绿色 如果是这个作为客房的话 里边还配了大大的这个衣柜 天呐 这个拉门 彩虹玻璃 还真的是玻璃材质的 很好看 这个五金配件都是挺显档次的哟 这个地方连着布鲁石衣橱呢 就是一个卫生间 超级大的卫生间 淋浴区 一长溜的这个落地窗 就把很多的绿纸阳光都引进了卫生间 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卫生间 再往前面呢 还有一个房间 哎呀 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的呀 哇 这个应该是当主人房还是老人房呀 这么大 这个床应该也有八幅了吧 两米的床 这个空间简直了 这边还有一个小客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看这个空间 他这边呢 还设置了massage一个room 就是啊 你们可以招待朋友来这个房间 做一下massage呀 做一下态势按摩呀 然后呢 就跳进外面的泳池 哇塞 看了这么久 assage只看了楼下的两个房间 楼上还有三个房间 哇 走上这个楼梯呀 就是感觉超级有feel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呀 就是那种很奢华的 你感觉穿越到了古代泰国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木头带给我的这种脚底的感觉吧 然后还有他选配的这种超级棒的艺术品 超级好看 你看这个配色简直了 蓝色粉色绿色 配上这样的一个幼木 然后在楼梯上来的右手应该是个主卧室吧 我们进去看一下 哇 这个主卧室开party真的是简直了 你看看他这个梳妆柜 应该也是个古董吧 太可爱了 这个椅子 像小朋友的这种椅子 但是呢 他的镜子又特别的大 France OK 你看这就是个法式的古董 搭配下今天小F的绿色耳环 是不是很配耶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大大的床 也配着一个古董的柜子 然后这边是两个长沙发 所以男女主人在这边依靠 可以洽谈事情呀 会客呀 都可以 这边又是个 看这个 手绘 然后再加上这个古董的这个镜子 这个镜子 哇 这个灯是玻璃的材质耶 它里面是灯 这应该也是个古董吧 我感觉很娇贵的样子 这个铁器 超级好看 然后他这个主卧室呀 还连着外边一个大大的露台 哎呦 晚上在这边吹吹风 应该很舒服 现在很热 看这个墙纸的细节 跟这个用物 主人花了很多的钱在这个装饰品上 哎呀 这个是made in China 铁皮儿铁皮儿铁皮儿的一个芭蕾舞群 好不好看 然后在这边配了一个布鲁式的衣橱 我们去看一下主卧室的卫生间 又是一个超级巨大 双洗台棚 天哪 然后配了一个长长的脚蹬 这个里面有浴缸啦 就是像艾夫喜欢的猫脚浴缸 是不是很可爱 哇 这个浴缸的上边 咚咚咚咚 还配着水晶吊灯 楼上我们再看一个房间哟 哇 这又是一个双床房呀 哇 这个风吹吹特别的舒服 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空间 我先给你们看view吧 哎呀 这个显芽简直了简直了 哎呀 一出来就望着一望无际的风景呀 对面就是那个山 我不知道是不是速贴山 应该是速贴山 哇 风特别大 你们有没有感觉得到 然后躺在这样的椅子上 对面呢 又是一个很可爱的肉粉色的沙发 哎呦我觉得这个设计师配色真的是绝了 都是用一种比较老橙的这种幼木色 搭配了这个露露粉粉的蓝色呀 粉色系呀红色系呀 来突出整个房子不显得那么老橙 还有很大 感觉小细节它做的很棒哟 否则的话这个房子就会显得很空很空 然后它这边所有的窗呀都是这个落地的 所以整个房间你看上去啊 就是特别的明亮开阔 哎住这样的房子你们感觉怎么样 然后在这边进来 哎也是一个布鲁士衣橱耶 它这个镜子又是个古董镜哟 哇配着这个粉色的蕾丝 这又是个双汽双池子 哇所以它楼上两个房间呀 都是卫生间配着猫脚浴缸 双洗手台盆都是美标的哟 在这个卫生间里面我觉得就可以 哎呀泡个澡呀喝喝茶呀 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哟 从这个楼梯脚上来哟 它这边还有一个巨大的露台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巨大呀 从这个卧室可以望出来 你们看吧你们自己看是不是很巨大 这有点像皇室贵族的这种感觉呀 天哪我走进去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么一个露天的空间 还配着这个古董的这个家具 哇塞 觉得这个设计师真的是下手够狠呀 把整个房子的卵妆彻底的考虑进去 它这个房子真的是用心思的 不是像咱们说哎随便装一下 然后卖出去啊或者租出去就可以了 真的是它整个这个社区 就当成自己的家来做装修 刚刚我在问呀这个屋房 最后一个房间在什么地方呢 原来就是在这个大户门路口的这个地方呀 就有一个保姆房 这个保姆房也做得特别好开哦 你看这个乱装饰 哎呀真正气气的 还配着这个古董柜子 然后这个保姆房的旁边呢 也有一个洗手间 不是很大 不是小小的 保姆住在这样的豪宅里面 应该也是很开心吧 好了那我们去看另外一个房子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